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都没有 连空气也无法揉身 人到中年 别活得那么累 学会边走边扔 才能从容 自由 瞧不起你的人不必讨好 生活里常常有这样的人 总是用眼睛瞪着你 似乎你欠他很多钱 当你拿钱给他的时候 他还嫌弃你给的太少 是的 他根本就瞧不起你 哪怕你养着他 也会觉得你没有本事 你兴高采烈地告诉他 你赚了很多钱 他说一句 切 这算什么 你的心立马就凉了 原来 你只是把热脸贴到了一块冰雪上 手冷了 只要你用心捂住 就会雾热 但是一块冰 你用力捂住 就会融化 然后弄脏你的衣服 唯有丢掉 才是最佳的选择 看过一个预言故事 一棵刚刚种下的树 旁边立了一根柱子 树非常骄傲地说 它是生机勃勃的 根本就不要柱子 真的爱说爱叫 后来 柱子伤心地离开了 在一个刮风的日子 树被连根拔起 倒在地上 大家都是成年人 都是为了生活而奋斗 竭尽所能 哪能瞧不起人呢 如果别人非得瞧不起你 那就走远点 别陪笑脸了 去找一个欣赏你的人 合作 共赢 注定无缘的感情 不必纠缠 现实告诉你 这年头 小三小四都能遇见 并且有些人不知廉耻 还敢和原配叫嚣 如果你的婚姻真的要散了 你会不会找第三者拼命 还是和眼前的人拼命纠缠在一起 死都不放手 别傻了 谁离开谁都会过得很好 想要离开你的人 你就放手 让他过得自由一些 你就这样想 爱的本身是为了幸福 放手也是 离开不是因为不爱了 而是因为不适合 感情已经变味了 就像坏掉的鸡蛋一样 同村的一个女人叫李明明 她从小就没有了父亲 和母亲相依为命长大 后来远嫁到了外省 结婚不到两年 就带着强保中的孩子回来了 因为她离婚了 回到母亲身边 她常常以泪洗面 但母亲却很少安慰她 只是让她去河里捞沙子 要知道 捞沙子是男人干的活 一天下来 累得人都要趴下 后来 李明明终于懂得 母亲的用心良苦 流泪是改变不了人生的 只有积极劳动才可以改变自己 起码李明明在劳动的时候 累得不行的时候 可以忘记一切 只想好好睡觉 倒头便睡 同时 劳动也可以拿到报酬 后来 李明明把孩子托付给母亲 自己去县城包工程 慢慢地赚了不少钱 连男人都不如她 收起眼泪 积极劳动 这是母亲教会李明明的道理 更值得每一个中年人学习 当你要哭哭啼啼的时候 就让自己忙碌起来 累一点 也就不想那些 没有用的伤心事情了 人到中年 能够养家糊口就很不容易了 如果还要纠缠感情 心都会碎掉 不管是爱情 还是友情 亲情 都不要太在乎 比方说 父母亏待了你 把家庭财产都给了你的兄弟 你不要懊恼 不要去争夺 因为这一切 本来就不是你的 你能够把握的 只有你自己的情 用心爱过 问心无愧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虚伪的社交 不必迎合 看过一句很现实的话 你的朋友圈里的点赞数 和你的地位有关 当你在职场中 混得风生水起的时候 你随便发什么 所有的下属 都会给你点赞 留言也特别多 如果你只是普通员工 那么发任何内容 结局就是静悄悄 真正混得好的人 已经不怎么发朋友圈了 他把自己的社交圈 缩小到最小 甚至习惯了 独来独往 乌合之众中 有这样一个观念 当一个人 长期在一个群体里的时候 他会智力下降 对谁都是言听计从 连思考的能力也没有了 总是去迎合别人 照顾别人的感受 那么谁来照顾你的感受呢 你就是你 即便是一株野草 也是独一无二的 盛开的花 很丑 但是已经是极致之美了 人到中年 混迹职场不容易 不得不低头 说一些好听的话 但是你要明白 一个真正混得好的人 靠自己的成绩 在单位上 是不可替代的 于秋雨先生 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 来细言自己的中年 我的中年 实际上就是 咖啡吃喂药的年龄 实际上 无论是谁 到了中年以后 自己的体能 精力 都在呈现 剧烈的下降趋势 所以这时候 合理安排自己的精力 变得尤其的重要 那些不必要的聚会 能推就推了吧 有的时候 一次聚会 喝多了之后 你可能需要 一整个星期 才能慢慢缓过劲来 得寸进尺的所求 不必答应 学会拒绝 是成年人的必修课 你帮助别人 应该是尽力而为 而不是倾尽所有 我的一位老邻居 工资很高 还常常出去应酬 他喜欢结交朋友 并且很大方 有一次 一个同事 借了两万块钱 然后就离职了 好几年都不见人影 因此 老邻居家里 常常传出 吵架的声音 妻子则怪他太大方 骂他败家子 做了好事 反而伤害了 自己的家庭 这样的行为 一样都不要 有人说 被别人拒绝 并不可耻 他反而显出 你的潇洒 大度 真正靠谱的朋友 被拒绝之后 仍然是朋友 小肚鸡肠的人 拒绝一次就断交 拒绝是一块试金石 可以让你知道 谁是真朋友 那些得寸进尺的人 拒绝几次 弄丢了友情 反而是好事 扔掉过分的善良 留下三分好给自己 善待自己 活得开心一些 关键时候 还要学会狠心一点 要知道 不懂拒绝 别人就是拿你当软柿子 学会拒绝 别人反而会高看你一眼 不敢惹你 得不到的金钱 不必强求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 莫强求 如果你拼命去赚钱 表面上是努力 其实是亏待自己 作为周年人 要是你生病了 家里就少了顶梁柱 一家人都会团团赚 任何东西 都不值得你用命去换 钱少一点点 一家人过节俭的日子 同样会很开心 古时候 有一个爱财如命的人 带着两吊铜钱去坐船 船到河中间 被风吹翻了 所有的人都拼命游水 到了岸边 唯独他游不动 慢慢下沉 岸边的人喊道 丢掉钱快点 他一直不舍得丢 最后沉入河底 健康生命 比金子更可贵 你不要熬夜了 不要贪心不足了 更不能与别人赌命 舍掉不能得到的钱 你就更富有了 健康是最大的不动产 你失去的一切 都会以另一种方式 回到你身边 人到中年 生活不容易 不要盲目给自己施加压力 放宽心 放开手 放下包袱 得到的东西少了 生活简单了 才能过细水长流的日子 想不通就别想了 想来想去都费神 得不到就别要了 争来争去一场空 说不清就别说了 说来说去是废话 看不清就别看了 抬起头来看远方 扛不住就别扛了 放弃是保全实力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